8月12日中国梦之声总决赛黄金资源招标会在上海景江饭店举行 为了提高广告主的影响力 使品牌传播效果达到最大化 东方卫视对中国梦之声总决赛的广告刀口 做出最精心的设置与安排 我们认为在投这个中国梦之声对我们企业来说 也是作为我们企业宣传的一个非常好的乐点 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值 当天整个招标现场的气氛火热 最终历经七轮投标总成交额达到2843万 其中二线一的冠军广告点更是拍到了137万 一举刷新之前省级卫视节目15秒担价116万的记录 金主正是来自湖北的饮料企业九朵玫瑰 而本场金雕会的标王则被中国梦之声节目的冠名赞助商查安福特宅德 他们的累计中招金额达到了639万 游戏内地董黄卫视越搬越火上海采访报道 哇确实真的是非常火爆